不要用大人的灵力功力之心来污染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因为大人往往都会用我们薰习来的价值观 来要求小孩子 认为这样才正确 但那事实上是对小孩子的一种污染 所以小孩子从小让他们维护 纯真善良的本性 本性这是很重要 小孩子他们心灵是比大人纯净的 小孩子心灵是比较纯净的 小孩子不会欺骗 一般正常情况之下 小孩子他们不会欺骗 不会说谎 但是在这个成长的过程 却慢慢的被大人要求训练打压 成要学会 欺骗 那小孩子在成长过程都是很痛苦的 所以事实上 让小孩子能够维护他们纯真善良的 本性本性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当然 引导的家长老师也必须要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重要 我们也要开发出我们的良心 本性本性 我们才不会误导小孩子 我们才不会用我们的灵力之心 世俗的那一种功利之心在要求小孩 那是污染 所以第一个 让小孩子维持他的纯真善良的本性本性 第二 鼓励小孩子让他们 引领小孩子 让他们多接近大自然 多认识大自然 了解大自然 跟我们每个人生命密切关系 让小孩子从小就懂得 爱护万物 爱护花草植物 小动物 从小就有爱心 去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爱护动物植物 再来 让小孩子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 就是责任心 很重要 千万不要溺爱 也不要以为小孩子不懂事 很多父母都认为小孩子不懂事 然后样样要替他决定 糟糕 你让这个小孩子 延缓成长 让这个小孩子 不懂不懂做人不懂做事 只是不断的在那里背各种资料 然后背各种经典 背各种资料 你把小孩子当作一个填压器 然后不断的在填压 你会抹杀了这个小孩子 他的成长 小孩子他们是很有创造力的 他们是很有想象力的 所以让小孩子有爱心 有责任心 这是非常重要 有爱心 懂得去爱护别人 懂得去爱护万物 懂得去爱护同学 又对师长有恭敬之心 最重要这是让他们要有责任心 小孩子从小就让他们学会 你要练习着自我选择 做什么事情 练习着自我选择 然后你选择之后 要学习着去自我负责 很重要 让小孩子从小就学习着 独立做主 做生命的主人 这个我们在后面 那个教育的本质里面 都会提到 包括改善亲子关系 一样都会提到 这几个重点 你掌握住了 真的小孩子 给他们更大的空间 给他们好好的去发挥 让他们学习做生命的主人 让他们懂得自我负责 让他们懂得自我负责 一个小孩子如果有爱心做生命的主人 又懂得自我负责 这个小孩子不管你将来到哪里 他都不会坏 教育很重要的就是要扣住这颗心 让小孩子真正有爱心有责任心 懂得自我负责 懂得自我负责 这个教育就成功 他不管到哪里 他做人做事都会凭着良心 做什么事情都会有责任心 将来做官也一样都是情圣爱人的好官 做什么事情 他不会去伤害别人 这就是教育很重要的本质 并 Point 因为他没有要负责 说明根换 你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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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